为了提升社区部落道路通行安全 既然乡公所积极寻求各方资源 陆续完成南昌村周边五条道路的优化改善工程 乡长游淑珍感谢县政府和县议员的经费益助 也获得代表会支持通过了自筹款 让社区部落道路平整舒适 有效来提升乡亲行的安全保障 原本在110年就计划要改善南昌路等村内五条道路 因为考量到村内当时有大型建筑新建工程的重型机具 和大货车要频繁出入 而后来经过确认这个建筑工程短期之内 还是没有办法完工 而居民的出入安全是无法等待的 因此吉安乡公所特别向县政府 还有县议员李正文争取经费和建议款 获得代表会通过自筹款项协力完成地方建设 地方安全的建设 整个生活圈的路往都是吉安乡公所责务旁贷 必须要来完成圆满的建构 谢谢县乡在协力 李正文议员寄入380万的建议经费 寄入在吉安乡整个南昌村的一个道路铺陈 因为有五条的路往要来做 谢谢代表会再加注500万的自筹经费 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路平 来执行吉安乡火车站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 以及生活的要道来完成 希望我们吉安乡公所能够克正努力 继续为我们所有的施政来作为圆满 也谢谢代表会 谢谢议员来跟我们一起共够幸福 新元李正文和多位的乡民代表以及村长都特别来到了南昌路 视察道路铺设后的状况 乡长游淑珍表示 吉安乡公所历年严格落实道路建设管养职责 并且在花莲县政府年度道路养护评鉴当中都获得好成绩 更获得县政府高额的奖金来鼓励 而未来吉安乡公所会持续争取经费 要完善公共通行的友善安全环境 介入会吉安乡报导